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直播视频是社交媒体的最前沿阵线 很多社交媒体都有自己的直播APP 同时那些直播APP先行者也正努力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对于小企业来说 直播视频是吸引观众 建立品牌知名度的吸引且有效的方式 并且成本低 甚至是零成本 以下是一份国外视频直播APP列表 很多APP都免费 Facebook Live with Facebook Live 让你可以分享视频给Facebook上的粉丝和朋友 与观众时时互动 回答观众的问题 倾听他们的想法 并了解观众的反应 衡量你自己的内容效果 当你开始直播时 粉丝会受到提醒 及时收看你的直播内容 价格 免费Periscope Periscope 是Twitter的直播APP 用户一旦开始直播就会提醒粉丝 粉丝可以及时观看直播 进行评论和赠送礼物 结束直播后 记得设置重播 让观众可以稍后观看 重播可以持续24小时 你随时都能取消重播 可以面向特定人群直播 并在Twitter上分享 价格 免费 Stream Up Stream Up 是进行实时直播的一个有趣方式 用户可以使用编码器 实现很多有趣的特效 过滤效果等 Stream Up Stream Up的首席内容官 是Wilkinen 是Maker Studios 和Endmobile on USA 视频品牌创作者的校友 价格 免费You Know You Know 是另外一款有趣的视频直播APP 可以进行聊天和推销内容 粉丝还可以为他们喜欢的主播购买礼物 价格 免费HangW HangW 是一个直播平台 可以与粉丝互动 让人们观看各种活动直播 很多名人都支持这个APP 所以它拥有100多万的用户和300多万的直播间 价格 免费LiveStream LiveStream 让你可以接触到数百万的用户 同时它还提供硬件 软件 制作产品等端到端解决方案 你可以用iPhone和iPad进行直播 Facebook Twitter和LiveStream等网站的粉丝都能观看你的直播 还可以与粉丝进行APP内的聊天 你可以利用各种分析数据监控粉丝的参与度 价格 基本计划是每个月42美元StringWire StringWire 是一个分享各种活动内容的直播APP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活动 可以用它进行APP直播 观众通过聊天和视频就能了解活动内容 所有的直播内容都会自动储存 以便分享和未来的观看 价格 免费AstriMustream直播平台 每个月的直播视频数量超过200多万 包括NASA TV和BusinessBlueprint.com都在上面直播 平台还提供如何开始直播 追踪你的直播进展等各种视频 可以添加图表 演讲和嘉宾等 价格 每月99美元起 Nomom是YouTube的联合创始人 StringWire 创建的 它主要是美食视频 但是支持各种内容直播 可以添加丰富的内容 比如视频剪辑 GIF和图片等 除了直播 用户还可以在APP的各个渠道发布照片 视频和播客文章 价格 免费MailCat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纷纷发布自己的直播APP的情况下 先行者MailCat面临的市场竞争 愈发激烈 现在MailCat正试图打造新方式 让直播变得更加有意思 Snapchat LiveStories Snapchat LiveStories 属于快照合集 有Snapchat的用户发布各种活动快照 这款APP随属于Snapchat 如果用户刚好在位于活动地点 就可以提交快照 同时它还支持视频聊天 预计Snapchat有可能开发出直播功能 价格 免费YouTube Connect 据了解 谷歌正在开发YouTube Connect这款直播APP 准备挑战 KLScope和Facebook Live 谷歌的这个APP功能将包括聊天 设置标签 动态新闻等 让你与粉丝进行直播内容互动 虽然YouTube已经通过它的CreativeStudio 提供视频直播 但是这个APP将接触到更多的受众 价格免费